乌丰农会致力推动友善农业 几年前就成立友善耕作稻米专区 还从原本的五甲地增加到了36甲地 为让更多农友投入友善耕作 农会开办友善环境耕作课程 邀请专家学者前来教导 像是病从害防治、杂草友善管理等专业知识以及技术 让更多人投入友善土地的耕作方式 随着现在的越来越注重食安以及环境生态问题 农业耕作方法也逐渐从产量为导向 走入更注重安全的友善耕作方式 为此乌丰农会和农事所合作 开办友善环境耕作课程 推广友善农业 将来对我们乌丰在友善栽培这个领域上 能够有更大的一个作用 那我们这个课程里面会让我们的学员 去学会怎么样去做堆肥 去认识什么是自然农法 怎么样做这个没有用化肥 没有农药没有出草剂这样的栽培方法 友善耕作基本上就需要一些比较自然的方法 那很多农民大概都没有什么机会 去学到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农事所有机会跟乌丰农会一起合作 希望说透过一个比较有系统性的一些训练 把这些友善耕作的这些技巧 能够传授给农民 农会表示课程中邀请到专家学者进行系统性的教导 像是如何堆肥 自然农法的基础概念 杂草友善管理等专业知识以及技术 透过理论结合食物演练 让有兴趣的农友能够获得更完善的知识 也借此彼此交流 我从事有机耕种已经有七年了 你觉得农会办这个课程怎么样 非常好 希望以后常办 怎么说非常好 因为这样子有一些想要迈入有机耕种 还是无毒耕种的盥形农法的农夫 他可以从这个管道进入状况 从网络书籍方面有收集一些友善耕种 和有机的这些作业的方式 但还是有所不足 所以来参加这个班 参加这个班有两个目标 第一个是学习不足的地方 第二是交流 乌凤农会从104年开始推动友善耕作稻米专区 历经几年的努力 从原本的五甲地增加到了36甲地 而农田环境也逐渐恢复原有的生态 因此希望透过课程的开设 鼓励农友从事友善农业 这一层专案台中厂报道 如果先取得这件事情 头发的行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